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季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辽宁和浙江的这第二场比赛 可以说第二场比赛几乎是第一场比赛的翻版 当然整个比赛的进程 包括比赛的精彩程度相比较第一场来看都是有所下滑的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 毕竟这场比赛还是挺关键的 尤其是对于浙江队来说 那么他们如果说这场比赛再输的话 想要在两个课场还能够打回到自己的主场 这个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很有可能整轮系列赛就将会在辽宁沈阳结束掉 辽宁队很有可能会拿到自己队史上第三座 也是第一次连续的夺冠 那纵观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 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谁是比赛最好的球员 当然辽宁这边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老将焕发青春的韩德军 两场比赛的表现都是非常稳定 尤其是第一场比赛 再比如说年轻的张振林 创造了CBA总决赛的历史 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总决赛上 拿到三双的国内球员 但是这两名球员的表现都不及一个人 就是辽宁队的核心后卫赵继伟 尤其是在郭艾伦临伤缺阵的情况下 那赵继伟的发挥就更显得十分难得了 其实大家都发现了 赵继伟自从国家队回来之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蜕变 这个蜕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体验在他的进攻能力上 他的得分效率上 那以前赵继伟其实是国内最好的组织后卫 之所以要加上组织两个字 就是因为他在面对强队 尤其是像浙江像广东这样 在后场撕咬式的防守 非常厉害的球队的时候 他的得分是非常差的 那么特别是上个赛季 截止到上个赛季为止 那么尤其是面对广东队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明显 那在上个赛季之前 赵继伟面对广东队 场军得分不到7分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分数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提起 辽宁双四星的时候 始终是郭艾伦在前 赵继伟在后 但我相信看过这两场系列赛 包括上一轮打广沙队的比赛之后 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来看 C北的第一后卫应该要溢注了 应该就是辽宁队的赵继伟 因为他不仅仅是在组织上 做的非常出色 那么在进攻在得分效率上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甚至其得分攻坚能力 丝毫不亚于郭艾伦 当然两个人的得分方式不同 赵继伟靠的更多的是 不将你的三分球 而郭艾伦更靠的是 强有力的突破 那这个对于赵继伟来说 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那咱们前面说了 他的一个表现 其实更多的是 从这个国家队回来之后 很显然 乔尔杰维奇在开始 带赵继伟之后 那给了他非常多的帮助 这个赵继伟在采访的时候 也是说到过 那乔尔杰维奇和之前的教练员 最大的区别在于 很多的球在他以前 根本就不敢想去这么处理的 教练员也不会让他这么传 但是在乔尔杰维奇的手下 他就要求赵继伟这么做 那我们知道 作为一名组织后卫 要传球的话 你要具备两点 第一点就是冷静的头脑 清晰的思路 第二点的话 就是你的传球手法 事实上赵继伟的传球技术 传球手法是没有问题的 束缚他的 可能正是这种思想 这种相对比较保守的传球线路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这种想法 那在乔尔杰维奇到来之后 激发了继伟的这种思路之后 依靠他非常灵活的头脑 加非常纯熟的传球手法 那这个就让赵继伟的传球 变得更具有威胁力 而他的传球变得更加具有威胁力之后 那别人对他的防守 对于传球的线路的控制和把控 和严密程度就会更强 这样就会给到他更多的投篮空间 那越投他就越有信心 自然而然 进攻也就打开了 因为赵继伟和郭爱伦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后卫 那郭爱伦是以攻为第一 组织传球是第二 而赵继伟我们要明白 他站在场上 大家要防的还是优先级 就是他的传球 只有他的传球威胁力更大 让对手更加忌惮的时候 那么他投了的空间 也就会更加的充分 所以说啊 当初姚明做的那个争议的决定 对吧 在杜丰率领中国南兰 打进世界杯的情况下 依然是被下课 这样的一个 在当时看来略显争议的决定 反而激活了赵继伟 那这个幕后功臣就是乔尔基维奇 对手更加忌惯的决定